这个曾宝宝是曾庆红的弟弟的女儿 那他原则上就是在江派的时代 去搞了这是江泽民主政的时代 就开始去搞了这样子的一个气质 就花样年没有华 花样年 那这个房地产集团呢 他主要就是在深圳 有一些这个投资一个产业 不过呢在2012 习近平时代来临之后 大家都是房市大多头 可是花样年集团一直都做得没有特别好 虽然曾宝宝的这个总资产 曾经一度达到全国前20强 女20强 他曾经达到了这个70亿港币 200多亿台币的将近300亿台币的程度 但是呢在10月4号 这个曾宝宝突然贴出了一个电影海报 这个电影叫做《至暗时刻》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天该公司的公司债 有2.08亿美金挂掉了 找不出来 同一天标普和会议也都把他评级降到最低了 基本上等同一垃圾等级 好那当然他现在的整体公司债务也达到了3000多亿台币 我们就可以回去讨论一个问题 他不是红二代 但是应该背后有靠山 拿土地应该成本比人家低 对啊就是一开始起家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没错后来改朝换代了嘛 但是拉回来这个现在的重点 现在我们不只有花样年 我们还有一个恒大 这个恒大的潜在位节 到底要倒不倒 倒了谁去接 是接起来就起来 还是去捡股的 不知道 捡股 捡股就是看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捡一捡 但恒大的大债位景 现在有一个花样年 是不是代表其他的这些地产公司 可能会同时间一起出事 因为老公本来我们设想都说 先把恒大挡着 那其他小的陆陆续续再处理 慢慢来嘛 也许可以一一的把它处理掉 但是如果全部一起倒 它会不会造成系统性的激动危机 那就非常值得观察了 特别是这些所谓地产集团 他都背后有人 那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帮他挡到过头了 以至于他们现在手边的债 已经完全无法收拾了 这个就是真的外界不知道 真的要等他倒下去之后 我们才能够从最后面的市场 包括整个债务清偿 债务整理协商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看出来 他到底背后的这个洞 到底有多大 我们才能够从最后面的市场 也能够从最后面的人 还能够从最后面的人 现在要够从最后面的人 这边也还能够从最后面的人 是这么多的一号砖